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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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分点栏目 只要正是怎样 我只是不想一直被人欺负罢了 以前我觉得你性格懦弱 不会惹出什么事情的 不过现在 是我想看你了 只要是我想做的事 就沒有什麼做不成的 總感覺你哪裡變了 但具體是哪裡 又說不清楚 就好像重新認識一個人 總之呢 你幫了我兩次 這些我都會記得的 放心吧 不早了 你先回吧 今天晚上我要留在這裡睡 不是吧 他竟然想睡我 陸少陽 我對你沒那種想法 你以前不是這樣說的 以前是以前 現在是現在 今天我正好跟你約法三章 從此以後 我不給你添麻煩 你呢 也不許對我有非分知曉 聽明白了吧 正合羅意 誰長家 誰就可以擁有這支手鐲 那我來試試吧 弟妹 這八萬多兩銀子 可不是小數目 弟妹 怕是連賤都沒見過這麼多錢吧 你真的能解決 二嫂又解決不了 那只能我來了 我總不能讓侯府過不去這個坎吧 母親您放心 我對賺錢啊 還是很有自己的法子的 也罷 既然只有你一個人站出來 你就試試吧 一個月以後 府裡的各個店鋪田莊 都會來算賬領取開銷 如果那時候拿不出來銀兩 會被外人笑掉大牙的 那就給你一個月的時間 這一個月呢 你就暫待我長家 府上的店鋪人手 都歸你支配 好的 母親 那如果我解決了危機 手鐲一定要記得給我 你先做到了再說吧 他又跑不了 吳莊統 一下犯上你爬上魂膩了 這你們兩個女人 能抵得過我們三個人嗎 給我上 你怎麼來了 現在你一個人 能敵得過我們四個人嗎 四師 四師 饒命啊 夫人好欺負呀 居然就敢這麼深入骨穴 還能臨危不懼 既然來了 就聽我指揮吧 我聽你的 既然玄青莊有問題 代表附近幾個莊子 怕是都有問題 你怕人手連夜去附近 尋幾個莊子 直接搜裝茶樑 只要能夠找到私藏的糧食 這事就簡單多了 我快馬加鞭趕過來救你 連口茶都沒喝 你就光指示我做打手嗎 大老爺們兒 嚼停什麼 吃點苦沒事 少夫人 您嘗嘗這三碗酒 起點苦 這些酒啊雖然好喝 但沒什麼特別 其他酒方都能釀出來的酒 那可不行 少夫人 這已經是市面上賣的最好的酒了 那少夫人希望釀什麼樣的酒呢 少娘子我問你 一般你釀出來的酒 多少量才能把人喝醉啊 这要看喝酒人的酒量了 要是遇到不能喝的 两三碗就会醉的 要是遇到能喝的 两三坛子才会醉 多大的碗 多大的坛子呢 大概是右边最大的那个坛子 还有那样的碗 按这个量来说的话 你们这儿喝酒还真挺费钱的 我要带你们酿的 是高度白酒 跟我来 看这个 平时你酿酒的步骤是什么 血凉 浸泡 蒸煮 摊凉 加渠 堆积 发酵 明天起再多加一个步骤 蒸瘤 什么是蒸瘤 把发酵好的酒糟密封好 吻火加热 通过这罐子 慢慢收集蒸汽冷凝流出来的液体 就是我要的高度酒了 就靠这个 靠这个炼丹炉 还有高度酒能行吗 当然 我就是要靠这高度酒赚到八万 许装 这么晚找我又何事啊 我 我想要一张地图 上面最好是标有全京城所有的商铺和酒楼的 你要地图做什么 我想办一场酒王比赛 就是一场喝酒的比赛 我现在酿出的高度酒 名声不够 我得把营销打出去 那你对比赛的地点有什么要求吗 要求吗 地方不能太小 位置不能太偏 人力量要够 好 全京城最大的酒楼 就是这家青春酒楼 每日往来的客商很多 那这个地图 谢谢